二盘的扳 看一下仍然是214这边扳掉了兰博 跟上一盘一样 兰博是不会放给17的 17的兰博表现实在是太好的 可能我放纳尔给你 从刚刚那一盘来看 他的纳尔也是有弱点可以破的 但是放给你兰博就好无解 因为兰博他是一个伤害 输出比较高的英雄 纳尔他可能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团控 跟一个肉的存在 就是你单杀能力可能比较 就是没那么厉害 就像如果他刚才他是一个 他是纳尔抓到了鞋嘛 在下路 如果他是一个兰博 就是抓到了鞋的话 可能鞋可能会 就是伤害更高的话 可能会死得更快一些 不会像刚才挣扎那么久 是的 2144这边第二手位置是 搬掉了露露 搬露这个英雄 可能是有点陷阱 因为露这个英雄 他不是经常会上 经常会上这个BP榜的 如果搬露露的话 更多可能性是 我要拿中路的乐佛兰 然后我怕被露露 counter 我把露露搬掉 或者是我要拿上路的纳尔 然后露露这个点 也有一点点会克制纳尔 这两个选择 一个是上单纳尔 一个是中单勒弗兰 都可能会考虑搬掉露 然后P这边的话 看看是不是反搬一手 把对面的勒弗兰给搬掉 不给你留下这个英雄 可是如果搬勒弗兰 就常常留下太多的OP 对 看一下最后手会搬谁呢 他们在考虑 现在有 有风女 然后纳尔 对 搬了结 看来是觉得刚才那把的结的压力比较大 还是留下了很深刻的影响 是的 所以2144是 好 你既然搬我的这个结 那我就拿个皇子这个功能性的英雄 没有什么弱点 然后实际这边又是要去索纳 就是抢没办法 P的梦是要去拿芒森吗 但是这一盘 对啊 芒森 2144这边是没有抢芒森 他是拿了皇子 前面你不是说他的芒森用的非常好吗 这可能就是皇子一个作用性更大一些 对 你只能抢一手英雄 皇子对于团 就是对于团战 还有对于控制来说 毕竟人家是个硬控 沙子这边的那个 就是不确定性会比较强一些 就是要特别看发挥的一个英雄 拿到皇子之后 你也会有很多很多的考量可以做 你可以让皇子打上台 可以打打野 对 就是有很多的变化 这边是吧 那儿还是换成了风女 其实就是锁到了风女 那现在辅助这个位置不及时选了 二十四这边是看看要不要锁锁石 主要是不知道他们要拿什么ADC 如果你要拿一些发挥型的ADC的话 像刚刚那样的小胖那样的 哇 秒锁得来文 这个有点OP了 他根本不担心对面的ADC选什么来克制自己啊 飞机这个英雄其实天克得来文 飞机吗 对 我说这个可能大家会有疑问 就是说当时 Snaker打IG的时候 其实小孩子飞机是被对面的得来文给打爆了 但是你不要忘记 那一场里面是因为得来文在一集的时候 直接磨到了飞机一半的血 然后飞机一分三十五秒回程 他在回线上的时候 得来文还吃了一个青蛙的经验 直接到两级压他 然后飞机又丢经验值 这个得来文又吃了青蛙 所以才打破了他 但是这个也很看的 如果你垂直就是 如果勾到人的机会比较多 毕竟得来文的这个单体爆发 伤害能力特别高 是的 他和垂直配合是一个很经典的死 他之前就是得来文 然后打这个VCP的下路 符合就是小炮 然后把小炮打换路了 因为你小炮毕竟是一个前期 发育型的AD 对 伤害比较低 这是什么意思 2144又要锁上男的鳄鱼吗 他是觉得鳄鱼这个意思 对纳尔有很好的counter作用吗 这个很奇怪 连续锁上鳄鱼 这肯定是有练过的 对 或者说难道是我们 我们不知道的是 2144这边 他们的上单 其实玩鳄鱼 玩得特别特别的溜 2144这边吗 有什么上单鳄鱼 上单国父第一鳄鱼 或者什么 上单走坎鳄鱼第一 这样的称号 因为之前有一场比赛里面 我记得是曾经方圆解说的 然后那场里面是 对手总是扮瑞文 结果方圆他们就 也有点没反应过来 后来有玩家就给大家科普了 因为那支战队 他们的这个上单选手 玩瑞文是特别特别出名的 瑞文经常会被人 针对性的搬掉 比如说现在VC的上单 Caring my team 就是一个永远要被人 针对搬掉瑞文 对 就是他的瑞文 特别出名 好像就是那一场 就是他 Caring my team 是吧 他特别特别出名 那可以 那很好理解 因为从去年开始 他的瑞文就一直 被人针对搬的 好 然后P人是最后锁到的 小炮家 蝎子 那这样蝎子中单是什么套路 中单芒僧吗 啾啾的中单阿虾 这打 打对面的卡萨丁吗 这么溜 看一看 现在是目前 这什么 应该是选错的英雄啊 最后退出来了 这边不少是这个情况 可能是基此出现一些问题 刚刚导播有说 就是他们最后一首位置 本来选的不是蝎子 选错了一个英雄 然后所以 但但那个时候 已经找不到那个英雄 所以去重新VP 对 就是可能其他位置 是不变的 都不变就变最后一个英雄 最后一个位置 可能会稍微有改变 如果是刚才那个阵容的话 真的非常想看啊 真的打野蝎子中单阿虾 这什么套路 从来没见过 太少见了 可能对啊 又可能上单蝎子 就已经上单蝎子有可能 真的 小兴你说这个有可能 因为现在上单蝎子 有一种打法就是 裸冰拳 然后出这个什么 纳十字牙 这样的攻速状 这样因为他的Q技能 和平A是相辅相成的 会减CD的 好搞笑 就是他们打野 说我再也不干 可能然后一个小人 哭哭的表情 因为他们在打 对马西亚威队的时候 他gink上路 把上路自己的上单 gink死了三次 所以他说再也不gink了 好搞笑 我不知道这些娃娃 这些公仔 都是谁帮他们画的 蛮有意思 这是他们的韩国上单 眼睛里面就有一股杀气 你觉得怎么样 很淡定感觉 很冷静 是的 这应该算是 韩国选手的一个 普遍的特质吧 好然后重新进入BP 其他都不变 只变最后一个 所以大家就直接锁了 对 直接是拿自己的位置 那如果这样的话 最后一手切子 小薰你觉得可能是什么 一手 刚才是中单还没有选 是吧 嗯 他对上对手的话 这个 2144中单是拿了卡萨丁 对 刚才是没有选中单 是吧 对 现在剩下场上的中单 有阿兹尔 沙漠皇帝 有勒夫兰 这两个强力的中单英雄 嗯 有可能会选妖姬吧 只有这边 还是比较拿手妖姬的 嗯 我倒是觉得 可能阿兹尔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或者 反正之前看他的那个 资料的话是 妖姬啊 杰啊 还有杰斯啊 都是他很擅长的 最后还是要考虑 应该是妖姬的 妖姬上一直换 应该是要锁妖姬 嗯 最后还是锁到 这种小薰手说 他拿到妖姬 对 啾啾这个玩家 他拿的英雄都很偏游走 你看 比如说卡特丁 比如说勒夫兰 他之前也有拿到和露露 但是露露表现不太好 他也是一个打法 比较激进的一个选手 对 游走起来很可怕 但是2144这边的中单 也是一个很接近的选手 就是 上场的解 两个人就是对刚的感觉 没错 那么其他位置也都锁定了 垂时加上德雷文 对上下路的小炮和风女 小龙纳尔对鳄鱼 皇子和芒僧的野区较量 好的 那么先让 您在收看的是2015的LSPL的比赛 是由2144对整P战队 我是解说小新 我是解说庆元 他这场的出门装买出来之后 这个中单还是 更多以消耗为主了 因为现在水晶瓶的出装的妖姬 是非常非常多的 对 哇这边两个人 两个接近的选手 前面说过了 两个就是王斯里刚的人 没错 还没开始比赛 就线上我点你 你点我 然后点到大家没有谁 回家再出来 这个也无所谓 因为吃了水晶瓶嘛 回家之后就补满了 对 所以互相多摸几 也没关系 这两个上单也是 好调皮啊 两个人也是要先打一套 互相凶一下 对的 先把自己的气势打出来 然后也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场比赛的话 对于PE是非常重要 但是同时对于2144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目前在第一组的比赛当中 2144它是 我看一下是跟哪个队 应该是和WEF 对 WEF一样 都是同样击三分的 所以如果2144这一盘 如果可以拿下三分的话 就局势会比较更明朗一些 还是每一场都很重要吧 对的 对的 但是 但是对于目前 就是那个 OMD跟ADG这两个 完全没有失败过的队伍来说 可能这稍微压力没那么大呀 这两个队伍真的太强了 这两个队伍到目前 都是G6分 就是全胜的一个战绩 对 他们分别是OMG和ADG 两大天团的 对的二队 就是强了有点令人发指 豪华阵容 然后芒森这边是要选择上方的BUB开 但是下路的小炮和风女 是要脏一手吧 这德莱文是吃了双手段的经验 看他是不是分给对手 分给队友 如果不吃的话 两击过来你想因应他 刚才的那个小时候人的话 应该是一起吃的经验吧 感觉 看这个战位来说应该是的 打掉之后 还是一起吃的 这是一起吃的一个经验 这样的话小炮没脏到 那这波兵线他没有很早的推 就是为了伪装成一种 我也在去帮助野区清远的态势 这边一来他们直接亏经验了 德伍人的推键速度是很快的 那么这边黄子的话 是由蓝BUFF开 然后芒森是由红BUFF开局 嗯 双方的打野 眼眉其实前期都做得比较靠前 也基本可以猜到对面到底要什么BUFF开 嗯 蓝纹这边抢二的速度要比小炮还要快一些 这个好烦啊 两集之后小炮和风女直接就不敢吃剑了 两集的德莱文确实是什么概念 垂石在两集的时候直接可以闪现异技能加确准 然后会确保秒杀一人的 也是就是选择德莱文加上垂石两个比较 现场比较强势的英雄来说 抢二是非常重要的 铁血震撼的组合 对的 你对于一个发育型的ADC小炮 跟一个保护型的辅助风女来说 这现场压力非常大 这很难玩 这已经很难玩了 然后黄子这边清完了红BUFF之后 想去下路反蹲一次 他觉得下路队友推这么前 可能勾到了 然后风女Q只能为小炮保下路 小炮这边最后才交了自己的W 好像还是被垂石一直拉到了 是是W被拉回来了 应该是 但是德莱文刚刚这个位置顶柄有点多了 但是刚才对 刚才垂石这边也没有交点燃 应该也就是先打一套 黄子这边找机会啊 垂石在等自己三级的那一次W 如果有W他可能要闪现上了 就看这一波兵的经验 垂石的经验值还差一些 最后还是放弃了 觉得要等到这个三级经验实在太伤了 这边刚才看到 妖际也是比卡加丁这边先到了三级 是 现在卡加丁先四级 卡丁这边 他的清兵速度比起勒弗莱来说不算慢吧 可能比起一些 像子拉斯这样 翠皮筋这样的英雄他比不上 但是比起勒弗莱 勒弗莱清兵主要靠W 对 但他W耗篮特别特别重 而且他W也不会轻易的那么拿来 那也是他唯一的一个位移技能 对的 因为你用掉了之后 可能很可能就要被对面打野来抓 对 所以说因为这些因素在 勒弗莱的清兵速度是有一点点问题的 对的 然后下路的垂石和 德莱文继续压线 对面小暴和负面显得有点尴尬 忙碰这边 清完自己buff之后 也没有考虑说去早早地抓人 因为他抓下路 德莱文很难抓死 这是一个事实 这边皇子是用成借打 这应该是四之后 本来能清这个眼 谁叫这个眼刚好寿命到了 这个也是有点 少赚了几块钱 上罗子鱼和纳尔 就放他们两个线上和平发育就好了 在上场里面 其实石西和2144这个上单 打到后来 包括说六级之前 鳄鱼是没有趋于时期太多的 对 直到六级之后 纳尔那个大招实在是有点刚不住 所以被压制的有点惨 主要也是这边 不断地被人骚扰了几次 然后被迫牺牲了很大一波冰 然后回城 没错 亏了蛮多的经验跟冰跟经济 皇子这一次还在找机会 这个位置是想 EQ加闪现出勒布兰马斯 等勒布兰的W 这个地方是卡出视野了 马斯这边过来之后能看到 直接发现了皇子在后面 对 这个人要干什么 在后面想做什么事情 吓了一跳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这边纳尔是把冰线推到了 鳄鱼的塔赛 然后回城 我倒是觉得 确实已经可以开始游走了 回家之后如果能摸到武术鞋的话 这边两个打也打了一套 好凶啊 三级打四级打这么凶 原本皇子前期伤害就得很高的 对的 那个EQ2连曾经是全的公司 他们的设计组说过 这是他们做出来最完美的技能 最完美的技能 有击飞控制效果 有破甲 高伤害 有位移 非常完美 王子这一次抓中 然后卡丁是直接把妖姬单杀了 这边没有看见 皇子戳出EQ 王子这个Q怎么能被皇子打下来 妖姬是又DW回来了吗 没看清 这个乐佛兰刚刚闪现什么技能都没交 然后卡丁是交了双张把他杀掉了 可能待会会给回放吧 好像是那个 就是又回到了原位 就是想着 盲森这边过来回到原位 然后谁不知被卡丁好 那可能是自己在操作上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 哦 九九真的要稳定下自己的心态了 嗯 我们也很期待 九九马上回到那个状态巅峰的时候 然后下路的垂直和德莱文 德莱文这个时候已经 小炮已经不能玩了 站在这里小炮不敢吃冰呢 这个时候垂直就在走 对面的风女和小炮也很难打 刚刚的回放 妖姬这一次 这个位置是被卡丁 啊 Q加闪现一点 最后直接击杀了 没办法 交闪现也没用 打了一次爆弹 最后 盲森也只能吃中路的塔兵 对卡丁应该是将到闪现上去击杀的 非常果断 现在垂直在线上 哇 这杀恶鱼 要单杀恶鱼了吗 恶鱼这边W晕住 然后闪现过来 留人 最后纳尔反应非常快 他在那一发Q能出去 一瞬间马上闪现走 没有被晕在塔下 不然要被换掉 那这一把 回来就直接反杀了 可能因为卡丁这边 也是没有双技能 所以妖姬抓到了 他这一个召唤师 召唤师技能空去了这个时间点 然后自己交出了双召唤师技能 把对面给击杀 这个就是你不能浪的 你凶了我一波 你一定要赶紧补装备 你不是补装备 你在线上只靠一个水晶瓶 还没有水晶瓶 那你肯定扛不住我的一波输出的 对啊 这个阿丁这边 他是选择了红水晶 蓝水晶 没有把它出成饭盒 然后补出了一个爆破魔杖 是 全是现在还不游走吗 他在线上的送用性 更多 就是分 德莱文的经验了 他可能是想要在线上 打得更凶 更压制一下对面 有风你在 他很难去做主动进攻 除了两敌那一波 那是他最好的一次击杀机会 但是那一次没打出来 然后你再带在线上的话 能够抓到对面两个人的 可能性就比较的小了 可能他去回家买五出鞋 就游走的可能性更好一些 但是也会形成一种压制呀 你看现在德莱文的斧刀 是远远高出小胖 这是刚刚的回放 我们看一下 怎么做到的 勒芙兰一技能锁中 然后再丢出Q 这边呢 再甩出R 这边卡萨丁他是主动 把R技能交了出来 卡萨丁这次是还不走吗 这个位置闪现 被勒芙兰的QEW命中 对点燃烧死 卡萨丁这次有点拖大啊 他完全可以R走了 他有蓝的 可能还想再摊这一波的兵线 对 有点可惜了 垂师这个时候到六级了 想打一套 但是风女也六级了 六级的风女对垂师华克 根本走不到脸上 很难发起主动进攻了 小炮 如果你让他这样发育 那前期打出来的优势就 根本跟不下来了 然后上路的芒僧 再来配合纳尔抓个鱼 刚刚那波骗的很亏 他不敢用传送来 他直接是走到线上 已经差了对面的十七两级了 刚升了已经是个七级 好伤 芒僧这边应该是在反蹲 想蹲黄子 可是黄子 这个红buff打的有点晚啊 不在他那个刚刚刷新的时间上 最后清掉红buff之后 想去下路包抄 垂师这个时候有灯笼在 技能 招式技能都在 那可能是一波机会 看配合了 勾子没勾到 打不了大道 闪现一技能 敢不敢 德莱文还在清线 现在身上的德莱文联盟 已经连了很多层了 这杀个人可能就要七百块钱 非常多的经济 黄子 想去 找一下芒僧的麻烦 他知道芒僧的这个篮帽 刷新时间 知道你红开的 德莱文联盟就去打自己的蓝 他现在中路在平凡发一波 下路Q到小炮 然后 攻击在旁边 垂师不敢上啊 他上去有点浪费技能的意思在 这样的话 德莱文下路倒是压制没有错 可是这个压制 很难扩大 对 小炮们发现了 他的清兵速度也是提升起来的 而且 风举的保护能力 确实也还是比较强 这也是他为什么自为现在的No.1的辅助 现在鳄鱼又是把传送用在了上路啊 随时想动吗 那再波小龙的话 是没办法传送的 实际人压鳄鱼压太多了 到现在为止 我们没看到鳄鱼 它到底有什么妙招在 你为什么会连续选两场的鳄鱼打纳尔 肯定是有原因在的 但是到现在为止看不出来 到底原因在哪 可以 比赛结束后你去问一下 对 比赛结束后我们可以采访他一下 我可以去问一下他们2144的这个领队 为什么会一直选鳄鱼 在上一场里面 打团打赢了 跟他的关系不大的 他就是闪心进去 打配定个人而已 然后更多是努努帮忙 那现在的线色眼睛无敌了 皇子来过去都打不死他 二抓一都打不过他 现在双方打野也是比较郁闷 盲思想能够塔杀他吗 这个位置 眼卫做得很靠里 去插了个眼 鳄鱼这边只有提亚马特 他要被塔杀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他没有任何的防御的 但是虾子没有这样的选择 可能就是想插个眼去 观察一下对面打野的走向 没错 乐普兰这边鬼术已经要快做好了 所以这波冰线回家之后 鬼术应该是够了 因为对面卡瑟丁都已经摸出 这个时光罩 他再不买不起鬼术就说不过去了 可能回家之后 鬼术和法律鞋都做出来了 卡瑟丁线11分钟时光上是非常快的一个程度 对 我们看乐普兰回家之后是买了鬼术 加上一个小的增幅法典 然后换了一个眼卫的饰品 他把这个眼卫饰品一换 就透露一个信息 我线上不要演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不再是线上一直和你 对耗着对线 而我要去发挥我英雄的特长 我要开始游走了 扫眼抓人 对的 鳄鱼在上路的话 纳尔这一次 现在鳄鱼的古兵被压得太多了 这个纳尔玩心机的 他在这个地方站住不动之后 鳄鱼以为他回城了 然后鳄鱼这波没传送 纳尔清掉这波兵线之后 又是一波兵被塔吃 可能这一次要领先40个兵了 好心机啊这个纳尔 而且他这一把他单杀了鳄鱼 然后觉得线上可能比较顺 其实出了一个小木锤 这波鱼来不及了 只能被塔吃了 纳尔回来之后可以直接传送小龙了 对 然后现在 风女这边也是想 可能坐下小龙视野 回家之后 纳尔这一盘是要出三项之什么 硬carry的装备吗 好少见到啊 可能线上太顺了吧 哎呀我之前看L 那个LCK的时候 然后 拉进的上单Duke 他特别特别偏爱三项的这个纳尔 但是他每次一出三项纳尔就会炸 就要崩死了 就一定炸 因为没有一点坦克能力 一进去打团 大招大到四个之后 然后自己就死了 勒普兰中路在和卡萨丁继续拼消耗 那这时候是回到线上 继续刷线还没有开小龙啊 前期节奏好慢啊 打到十三分钟三个人头 这个已经算是LSPL里面打的节奏比较慢的比赛了 这两把比赛的话 双方打野都在前期 都是没有任何抓到人的机会 是的 王僧Q中之后 勒普兰闪现交机能 被卡萨丁丢出Q中打断了 我的天直接被皇子一个大死了 然后闪现一点燃收掉了 不是闪现 而是一闪现 而一点燃收掉了对面的这个勒普兰 那这样的话 芒僧在杀到了皇子之后 小炮下路是击杀的垂直 这边是要打小龙 然后批船都下来拿着小龙 这小龙没办法 小龙也没船 只能让 是的 而且格莱文大招也是已经用掉 可他对状态也不是很好 刚刚那下有点漂亮啊 现在虽然卡特丁他没有沉默 但是他Q总的仍然有打断的效果 他刚刚把勒普兰从空中打断了 因为勒普兰的那个W不是一个PLINT技能 不是闪烁类的 他是位移类的技能 就是空中你可以选定的 最后直接打断在空中 然后下来之后直接被秒 很漂亮 刚才勒普兰真的是气死了 闪现下来 结果撞到卡特丁贝卡一套 没有血了 对本来那一下感觉那个皇子都逼死了 那个血量已经是在勒普兰的秒杀范围之内了 加勒德罗文还没有拿到人头发 而且小炮这一波游走下来之后 拿到了一个人头 确实真的不游走吗 他在线上待着 效果真的不大 起不到什么作用 有疯女在 杀不死小炮 而且疯女又没什么游走能力 好气啊 这边 这个小炮 他在线上 带线 找机会了 垂师这个时候 去小龙附近把这个针眼排掉 是一个信号吗 他要开始动起来了吗 没有 看他这个走位就要糟 纳尔在下面 这个位置 小炮上来之后是 纳尔在后面蹲人 直接把他乱击杀了 全是这个时候 本来一直不走没出事 一走就出事了 好气啊 我们现在待了半天 这边他只看到 风女也走了 没有想到 纳尔下来了 他现在待了半天 找不到机会 想抓节奏 勒布兰这一次 就就是想单杀鱿鱼 勒布兰想单杀鱿鱼 就回了下去 然后勒弗兰W下来之后 就能牵到一发W下去漂亮 勒弗兰太灵活了 这边就是鳄鱼没有点燃的一个 是的 啊 纳尔闪现 这个大挑是什么意思 想把它钉到墙上 结果推到好远 推一个卡萨丁还是比较困难的 毕竟卡萨丁是有个位移技能 刚刚那一下没有晕到有点可惜 如果晕到的话 纳尔那个石头是可以把它砸死 但是没推到 是把它推到防御塔里面去了 是 现在出了三项个时期 你这场杀心损动 一定要把这一分拿到 随时灯笼有人吗 交一起能交大招 王森来了 一个人手卡不安全啊 然后摸到眼上阿基能踢过来 哇 这个随时 唱一首空城记你看到没有 他那个 其实那边没有任何的人 他交了一个灯笼之后 假装有人 然后上来一起能加大招 告诉你是 我要把你留下来 你赶快跑 结果王森根本不上当 但是他点的速度非常快 对 然后王森也不上当 他摸到眼上 阿基能就直接把你踹回来了 什么人我不管 这边二四四独带文 需要被抓了吗 小龙好气啊 王森这次他已经逼死了 能杀个人吗 所以下来 然后想留王森 被疯女阿基能吹开 然后乐夫兰再上来 去打一些技能消耗 这一次二四四位置很好 先上来收掉了疯女 想再收啾啾 啾啾在等自己的位移 所以皇子抽一Q被躲掉了 那儿这个位置有三下了那儿 很可怕 没大招 连恶局还是挺痛的 直接变大了 然后Q能减速到了卡萨丁 想留皇子 会不会追到皇子 皇子反手一Q抽到啾啾 恶主大招 沙子盲增漂亮 全是给出护盾 卡丁再留人 被一技能锁住 但是在一个起效果的一瞬间 阿基能到脸上一家Q 非常漂亮 这一把等于说 阿基斯这边支援的非常的迅速 反而是这边是一换三 是死掉了一个德拉雯 然后对面是死掉了三个人 我们上一场说ADC看人 这场中南野看人的 而且萨塔 对 你叫什么 你就像是长黑上一把的卡丁 这场他的卡丁表现确实很好 不黑不吹 不管是打断啊 还有说对对手技能的时间判断 都非常漂亮 玩细节的这个人 对 确实这把卡丁的作用 确实比上一把要强一些 是的 上一把有点讨赢的意思 哈哈哈哈 赛场输了 上场对面的卡丁表现 有点讨赢的意思 然后呢 这边是摸三项之后出戴腰带 这个装备 真是要把队伍扛在肩膀上硬开人 石器这个人对他打的好暴躁 真的暴躁 但是刚才我感觉也是有一点 因为他那个不太可能住的原因 所以 对 皇子敢在那样的情况下 敢EQ大招去戳后排 说明他对前面排的这个石器 不是特别忌惮 你坦不住的 只有一个三项三分血而已 鱷鱼这个时候 又开始补魔抗了 他这两场里面都不把对面的AD放在眼里 补的都是魔抗状 然后到最后再去转一些这个 毕竟对面的ADC是一个比较偏后期的小炮 他在前期的伤害没有那么的高 反而对面的中单是一个前中期伤害很足的乐福兰 他这样选择也是比较 就是比较针对是吧 也是挺正确的 没错 他到后面再去补 鱷鱷鱷鱷鱷鱷 这次想配合皇子抓纳尔纳 如果正好没能量啊 有点危险 W晕住皇子戳一Q 然后交出惩戒 在交上W之后 那二二想跑 哇被大招空中盖下来 哇 最后被卡萨丁抢了一个人头 好生气啊 漂亮漂亮 这次皇子大招给的很果的 哇卡萨丁这边已经五个人头 这把卡萨丁要carry了这把 是 如果这个卡萨丁他没有脑袋发热 就是出现什么奇怪的问题的话 这把这把Bcarry了 在卡萨丁前期拿到这么多人头的情况下 而且这一场他有个好处 是没有出中亚第二点 他可以考虑去转帽子 因为这场里面对手没有硬控 没有任何的硬控 需要他靠中亚去弥补 他可以出很多的输出装 然后就是不停的去打伤害 这盘勒芙兰是出了一个小面具 你如果看到勒芙兰这样的英雄 出了很多穿着装 那说明他真的很抗压 要把自己的基础伤害打 对 一般比较少见的会这样的出 没错 有一些英雄 他们有这个固定值的伤害 比如蜘蛛 他会有百分比伤害 人形态和蜘蛛的Q 各有一个百分比伤害 那这样他去出大量的穿斗装 对于他的百分比伤害提升的很明显 有斩首效果 但是勒芙兰他是没有任何的斩首技能的 出穿斗装 更多的目的就是 打出我的R技能复制W 那个高额的基础伤害 这就是中单的一些装备上的考虑 然后中单的卡萨 这个时候 一上去之后 勒芙兰已经有点吃不消 R技能没做到 就光这个异技能 就可以打了四分之一的血 这边小龙已经存活了 现在要针对这条小龙 可能要做些文章 PE想打 肯定是想打的 双方上单是 纳尔是有传送 恶比没有传送 对 下路 PE肯定是想开这条龙的 因为上路做纳尔 做了三项之后 你如果前击打不出效果 等他再去转防御装的话 这个节奏太长了 对 所以现在PE一直在找机会 想开团 然后244这边也不需要 卡萨丁太肥 是的 而且德莱文现在是 饮血加残暴的话 他伤害打得也很足的 没错 德莱文主要 他现在没有出发 他的德莱文被动的效果 这个被动 给他的金币累积速度 非常的快 这也是为什么德莱文在线上 滚血球能力特别强的原因 现在PE这边直接开拢 然后纳尔现在斩怒气了 看214这边敢不敢来 最后是214选择中路 去推塔来换 然后皇子在侧面牵住了 找机会 214这边可能觉得 塔的意义更大一些 王苏的装备伤害有点高啊 最后皇子直接撤了 然后214中路的塔 应该是换掉了 换掉了 嗯没错 这个他们就战壁风芒 纳尔那波能量太高 其实现在的PE这边 只剩下第二条小龙 第二条小龙的意义 远不及一个中塔 一塔的意义 嗯没错 所以214这边的选择也是非常正确的 毕竟现在这个游戏就是在 就是带线推塔上面的意义真的是非常大 是的 主要还是刚刚看到纳尔 那个纳尔有点虚 三项能量 怒气全满的纳尔 这上来要直接爆炸 这个伤害太高了 原来文在他面前站不住一秒钟 是的 而且前两条小龙 你并不是说第三条小龙之后 没有那么那么大的争想的意义 说实话 没错 那么现在鳄鱼在上路继续赖线 和这个纳尔在线上打发护农 现在这个鳄鱼出的装备 他下线是应该要补绿甲了 出到绿甲之后 他不会被秒 这是一个 然后他能够在团队里面 不停地去做骚扰 但是其实说起来 能够做到这个效果的英雄有很多 不一定不要拿鳄鱼 你比如说老树 老树这个英雄就可以完美地实现 鳄鱼这场的所有功能 我可以W进去锁人 我也能够在前进的时候 和这个纳尔打的以往来有回 起码不会被压的不能堵刀 可能还是选手个人喜欢的 他可能很喜欢鳄鱼吧 对 卡拉丁这边非常稳 还是选择出了中亚 他出中亚的效果怎么说呢 那更多是强调自己的各种人力了 下路的德莱文 现在只有一个英雄剑 他的伤害还有一点点问题 出一个中亚之后 能够让他的团队里面更灵活 更好地去骚扰C位的输出 可能在单秒方面会差一些 但是他的骚扰能力会得到一定的提升 要控野区吗 盲森这个时候已经包过来了 上了鳄鱼这个时候过不来的 已经被纳尔赶着跑了 养猪 鳄鱼只能 只要一技能隔墙跑 还好有船坐 打起端然也不许 然后盲森在中路蹲了很久 他对着卡丁一直有想法 可是后面的话 2144是知道 全部都在后面等着对手 卡丁上来之后 交技能留人 王子抽一Q 封击这个大招是被破掉的 然后皇子再做出大招 刚刚那边应该是Q 后面的话 纳尔直接切入到团队当中 被垂直的大招 轰至走位 纳尔进来之后 要自己打出一场秒 德莱文 火力全部盯在德莱文脸上 全是这把Q能封了 但是闪戏就能拉过来漂亮 这样没有秒掉德莱文 然后卡萨丁是双杀了 他刚立下 大招应该是推倒 但是没有能够秒杀他 他把所有的火力 全部放在德莱文脸上 要把德莱文秒掉 可惜没有成功 刚才 那现在是打了一个零换三 但刚才其实皇子选择风女开团 觉得有一点心率 他开风女有一个好处是 能够保证自己的卡萨丁的输出位置 因为风女对于卡萨丁的克制还是蛮明显的 这边确实也是 在这个地方回程之后 看他要买什么 他现在的装备 有点尴尬 保德莱文的话 德莱文自己出了一个银血剑 但是现在这场的核心 很明显 在现在为止不是德莱文 更多是卡萨丁 对 德莱文现在没什么伤害的 他一个人都没拿 一直没有刷新自己的被动效果 很伤 卡萨丁回程又出了一个大棒 准备要做帽子 对 这场他的伤害很关键 热鱼也是开始在补一些护撒装了 对 然后黄死的话 这边也是在往蓝盾走 是的 那到现在这个时候 大家都已经看穿了一切 知道你的乐福兰 没输出 只有一个鬼叔 加上一个小面具 小的发战鞋 他的伤害很有限 这个时候 我再去补大量的魔装装会 有很多局限性 因为你上路是一个 纳尔 这是一个单AP的队伍 我却出太多的魔装装 甚至像军团盾这样的装备 我不需要 我只需要有一键魔装装 就已经够了 更多时候就是 我在打敦的时候 然后补到一键魔装装 开始转护甲 转蓝盾 打控制效果 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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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秒掉ATG了 纳尔 这把也是没有过多的游走Gank 嗯 怎么说呢 究竟的状态是个问题 嗯 确实有问题 好 然后德莱文回家之后是摸到了 银血剑加轻语 然后还有一个残暴之力 有玩家说过 说这个版本里面 可能 唯一的一个手剑去出银血剑的英雄 就只有德莱文了 银血剑对于德莱文的增议是非常非常大的 一方面是高AD 另外一方面的话 他的Q怎能回血效果 你如果下路不来人帮忙 只是AD和辅助的话 他可以和你的AD辅助两个人站着队 对 靠银血剑的效果来回复 这一点很可怕 嗯 现在上路的一塔要被PE这边拿掉了 但是下路这边2144也是把兵线带到对面的二塔附近 很尴尬了一点 纳尔的防御装起得太慢了 他很难把防御装做起来 还行吧 现在 对他现在做到一些小剑之后 很尴尬 因为卡特丁瑞典你已经不能护士他了 他的伤害太高了 看这个路不来 这边黄死刚才有所谓 WRQ技能三个技能打到黄子点燃 黄子没有任何的魔抗装 只打到了三分之一的血 这已经是可以说勒夫兰的大部分爆发了 最多可能就是WQR再加个点燃 再加个E技能全到伤害 帽子已经做出来 伤害已经有一些提升了 很难 下路这一波线轻过去之后 P是一定要防守下路2塔 但是卡特丁这边戴线戴得很开心啊 你给我打发育那不是找死吗 那我就和你发育就好了 等到他帽子一做出来 这个是跑马上逆转 这边小龙杀心了2要是不是直接猜到小龙 没错 你们也看到对面的站位了 这边黄死的血量不是很健康啊 然后纳尔中路还在消耗鳄鱼 鳄鱼阵过来之后 打得很快拿掉了小龙 龙直接拿掉了想开团 有机会吗 不要打比较好啊 绿风走位 小胖跳过来之后直接收到了垂石 然后盲森还在团队里面去牵扯对手 最后小胖拿到了双杀 实际这个时候还要留人 好凶啊 三向那儿这么溜达 小胖打不跳上来 可是卡斯丁的比较远 你要追卡斯丁不太可能 没错 P刚刚这一下抓机会抓的还是蛮好的 盲森刚刚那一下直接是冲到团里面去卖力 给我的小胖找输出环境 这样可以拿一个 看这波二坦也要被推掉 现在 打得有点勉强 小龙刚刚那次有一点点勉强 因为刚才那波 黄子的水量太不健康了 刚才打完应该赶紧撤 是的 虽然他们也已经赶紧撤了 垂石已经开了一个大 想减缓一下对面的速度 这一盘 毕竟乐不来还是比较灵活 没错 这一盘凌乱的小炮又发起来了 像刚刚那一盘一样 小炮的一个点位 一旦让他发起来 太可怕 太可怕了 他打团的时候是有拯救世界能力的 只要你队友帮我把炮架打好 我能够做出的伤害绝对让你满意 很可怕的 小炮现在是四个人头 无尽加上电刀加轻 但是卡特丁就八个人头了 没错 不过卡特丁他不是一个打收割型 不是一个打团战的主要输出的位置 他更多是打牵扯 然后打收割 而小炮不一样 他能收割也能够打AOE输出 卡特丁应该只能回答输出出帽子了 这次有帽子之后 他的目光 他的这个显示器 你可以感觉他就只有一个小块 他不是全名的 他就只有一个小块 那个小块就在小货身上 他一直是这小货 我就锁定他了 跟他就挂在一起 不能走 好的 那现在就是PE在巩固男爵附近的视野 双方在视野上卡得很死 可是就是开不起来团 现在PE他还是 2144这边还是把视野 就是主要是布在自己 自己方的野区 没错 卡特丁在野区的小货门才能力太强了 能控好自己的野区 然后打抓人 这是非常好的 好 也是如小新所说 这一场卡特丁 然后回家之后摸出了帽子 对于自己的伤害要求很高 德莱文现在的装备有一点点差 德莱文输了一双水银鞋 他的装备有一点点差 说实话 他也没有什么队友能够保护他 你像我们看到之前的比赛 Sneaker打AG 包括其他有德莱文的比赛 打野都会选一个努努 来给ADC打输出环境 然后辅助有时候也会选一些 保护类型比较强的 比如说风女这样的英雄 但这场里面没有 其实随时还可以 毕竟随时灯笼也是带一个位影的信 因为有德莱文他本身是没有位置 哎呦这个还是把都打断了 漂亮QQ再黏上 皇子应该再等1Q 戳到男爵附近 小胖这一发暴击有点高 要不要被大龙 最后交闪现 防止被男爵喷死 哈哈 海云这个时候是在找位置去打牵扯 交了一个陈界在这身上 确实有点危险 空空想一开 没有一道 这要死了 死了 卡萨在找机会 但是刚刚那一下 皇子撞的太惨了 他没有办法上去 还是撤退了 王三高那一下有点亮啊 R技能踢开了 在捡灯笼的皇子 中路的卡萨丁 空有一身伤害在手 却找不到输出管 你还是需要队友为你先创造一个 就是收割的一个机会 没错 你要先让队友帮你 就是打出一些伤害之后 你才能上场吗 看卡萨丁 我们看两个时间点 第一个是团队还没开启的时候 他可以R到脸上 E技能减速 让队友有更好的机会开团 一个就是当团阵打到后期的时候 他在进场收割 而中期我们是很难看到卡萨丁的伤害的 对 那这次要留人啊 想留德莱文 挂到了回旋的减速 这样的话风雨 在闪现过来之后 挂到了自己的W 最后将德莱文击杀 然后皇子这个位置 是想上来 给队友争取的时间 因为高地的防御塔有点危险 这波兵线推过来了 高地塔有点危险 小胖母亲装备点塔速度非常的快 那会在前面顶防御塔的伤害吗 会不会硬点 还是要等兵线 还是在等 但是前面鳄鱼也是回家了 里面勒芙兰上来 勒芙兰一套伤害打的还是挺碰的 打到垂直了 对打垂直 打到没有血了 这样的话小胖在这个时候 风雨给他去撑输出环境 卡萨丁 卡萨丁一个R一个E的伤害 还是挺高的 开团前的贡献效果 让皇子有机会开团 但是皇子现在不好开 因为ADC不在 刚才更多的还是希望把对面赶走吧 没错 这么一来的话 还好高尼塔是保住的 勒芙在这一场的表现 蛮一般的 因为他毕竟没有拿到人头 是的 装备起的没有那么快 到现在为止 他线上滚不起血球的话 他的装备起的速度会比较慢 对 他的轻兵不像小胖这样 有电刀加上自己的本身异性能被动 然后有大量的AO效果 可以去打单带 而且他没有位移 在团队里面他的输出位置蛮尴尬的 对 而且还是有点被针对吧 我觉得对面第一目标还是德莱文 对 更多时候可能你看到小胖 你的突进突到我脸上 我直接一个W就走不跟你玩了 但是德莱文他更多时候是在队友的保护下 我就站在原地和你前排对点 我打前排能力特别特别强 伤害够高 是的 而且对面就是勒芙兰跟盲森 都是突进切入能力比较强 对 还是比较容易打到德莱文的 所以德莱文处境蛮尴尬的 然后 他这边能不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输出位置吧 就看皇子和卡斯丁 这一盘2144的关键点 这两个位置 皇子卡斯丁的先手消耗 然后加上皇子开团 只有这样 可能德莱文才能够找到一定的速度环境 不能被先手 对 那么现在小龙又要快去安心了 2144刚刚在小龙附近已经吃了一次亏了 这次还要硬打吗 而且这边纳尔在带上路 对啊 你可能面对的就是一个打完上塔之后 然后载满怒气 而且它是有传送的 鳄鱼是没有传送的 推完二塔 载满怒气下来的纳尔 这很可怕 鳄鱼为什么总是没有传送啊 然后收到这一条的小龙 最后 P是没有选择强行骚扰 纳尔上了继续带 怒气已经满了 刚那些纳尔推塔推的速度有点慢 如果纳尔能够推的快一点点 把这个塔点掉之后 然后快速TP下来 这一波P 2144要炸 德莱文没有去追 在那样的狭小的环境里面 它是没有任何的逃跑机会 只能掉闪现上来 这边拿掉了2144的蓝buff 现在整一个冰线来说 对于2144都比较劣势 冰线都是PE在往2144这边推进 这个是要在南爵附近埋伏一次啊 PE也开始玩心机了 觉得没什么机会还是回城吧 塔的方面也是 PE这边领先2144两个塔 嗯 现在是一个 刚刚644就多推了一点 然后下来之后 刘卡丁卡丁这个位置 啊 最后这边全部援护过来 PE这边还有两个外塔 2144这边所有外塔都没有了 嗯 24还有 哦 你先一个 是的 你先一个塔 最后 这个团量还是没打起来 对 刚才那儿一个传送也就取消了 是 刚刚看到那一下卡丁上来之后 刘仁P也有点慌 一个状态这样的卡丁 他一旦说能够打出一点点的控制 皇子再盖下来一个大招 那效果是毁灭性的 现在都双方都没 都想找机会 打一下团 卡丁现在准备再做把穿 如果说局势这么平凡的话 一般开团的 开团点都在小龙和男爵附近 下一步团战很可能就是 围绕男爵的眼位做出来 然后 有人露出了走位失误 或者说 我就没有走位失误 硬开团 然后打完这步团 这是最可能发生的情况 实际这边已经是 一直在找机会蹲点 他这个装备 伤害是有点高的 出三项的纳尔 小形态 有持续的高速输出 大形态 那一波的爆发非常强 现在纳尔这边 又是做出了反伤甲 纳尔先手去留人 被王僧Q中了 然后一直说不好开团 皇子位置有点远 只有卡丁和皇子 打出一波非常好的配合 这个团战台有可能开 不然的话 214是很难开团的 因为他们格莱文 找不到任何的机会输出 是的 而且现在纳尔挺能扛的 对 卡丁丁打他并不是很痛 反而是恶于这边 承受伤害能力比较弱 打完这一套之后 P继续抢男爵附近的视野 这部团战很可能 维瑶准没打开了 阿赛鲁冰线已经是 推进到了二塔了 这样子这个塔要被冰吹掉 然后 哎呀 皇子这次EQ失败了 那这样的话队友选择 TB过来 纳尔被全时克中 这波团战要炸 皇子手上应该还有大招 还想留人 盲森的Q技能 差一点勾到 垂直的Q技能被捕掉了 盲森Q到之后也没赶上 卡丁丁还要再留人 然后卡丁继续给团战牵扯 再等自己队友开关 最后是上来差点秒掉风云 好可惜呀 哇这边 不赶上 但是踢到了卡丁丁 他才不赶上 是的 刚才鳄鱼 他是传送了一散 皇子的战旗 但是 是因为战旗 消失了 他没有传送成功吗 不是 皇子的这个旗子 就算消失 他的传送也可以堵 他也可以传下来 就是一个小技巧 最后应该是觉得 没什么必要吧 可以把其他编络的线 继续带一下 可能觉得团战打不起来 没想到垂直的勾子那么准 就直接勾到那儿 那儿还正好是在一个脆弱期 他没有能量 然后 直接被Kill到之后 直接秒掉了 就是我们说嘛 团战里面 更多时候看 卡丁丁和皇子配合 但是 没有想到 实际刚刚那一下 有一个那么大的破绽 走位失误 正好就被垂直拉到了 这也是一个 把握失误和出现失误的 反正我是看他传送 刚取消 然后他人就出现在 在中路了 我就不知道什么情况 是的 那这样的话 在带掉了那儿之后 2144的兵线 是得到了很好的环节 刚刚下路的兵线 上路兵线都有点惨 对 然后这一次带来之后 兵线已经全部好了 赶紧 赶紧要把线 再往那边推进 因为现在还是P的兵线 再往2144的兵线 再推进 很重要的是 男爵附近的视野 这太重要了 小炮打男爵速度 太快太快 对 他可以算是 所有的英雄里面 打男爵速度 排名前三的ADC 特别特别快 现在德拉文 做出了樱花刀 然后卡萨丁 更新了法川杖 做出樱花刀 这种被 他对于自己的 找输出的能力 就体现的有些明显 因为樱花刀 这个东西 对于德拉文来说 更好的跑速 更好的一个穿透效果 让他能够在团队之后 加自己的W 是的 让他的爆发能力 就更加的能体现出来 对 这也是 可能说比较无奈的一件选择吧 因为他现在 确实装备有点吃力 比起小炮来说 但现在洛夫兰这边装备也是不错 而且 黄石这边也是出了女药 我感觉 啾啾很能混 真的好能混 他一直在混线 混到现在和卡拉丁 普道也差不多了 一直在混线 然后P这边继续在线上 给予一些兵线的压力 对于的吸血速度 还不是特别快 只要是德拉文到现在 他不好清兵 出去之后要担心被抓 他没有位移 对 而且买的还是一个水银血 2144这边的猎势 就是他们的 他们阵容选择上面 就是戴线能力太差 清兵戴线能力太差 两边找不到机会开放 没有哪个英雄 清兵比较快 好尴尬呀 我比较想看到像蛋糕店那样的人 就是你出门不戴眼 戴眼就是怂 然后出门就是天赋30-0-0 召唤式技能 点燃和虚弱这一次 就直接和你刚到脑这样的 撤退一步都不算是个爷们 是的 这个时候就应该找蛋糕店来 给他们知道一下 到底怎么样打这波团 其实这样打的话太漫长了 双方都缺少那个开团点在 只有有一个队员报到起来 但是这是职业比赛啊 还是要找球稳 很稳很稳 P这边要打小龙 这会不会是一个开团点 卡丽这个位置已经有点意思了 想阿进的上去一减速吗 都已经传送了 这波团要打 然后直接是EQ 戳到对面的Moon Moon这边的话 大招盖动三个人啊 后面的特莱文的输出 爱被石器牵制住了 特莱文没有任何的伤害 只靠卡丽一个人输出 怎么办 然后上来想收勒布兰 特莱文这边还有位移吗 被卡丽还能收 纳尔这个时候 一个人在前面挡伤害 想收德莱文想换一个 换不掉 哇 德莱文这一场 把队友扛在肩膀上 carry 纳尔这个点 后面去找德莱文了 后面是PE的四个人 垂直在旁边 保固自己的德莱文 然后德莱文一个人 在前面打伤害 居然把对面的三个人 打死 拿到三上 这太可怕了 这个人对于团战的 输出能力 卡丽丁 是的 你看皇子刚刚跟卡丽丁 是一个很好的配合 我卡丽丁上来 一起能交出来 对面被检测到了 皇子马上一刻二连 加大招 去盖人 然后盖到了人之后 皇子这个时候 使命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卡丽丁在旁边 不停地丢E啊 Q啊 在旁边去给一些点缀 最后等到血量残疾之后 再上来打这一波的收割 跟德莱文没什么关系 德莱文在后面打纳尔 纳尔后来也没把他打死 他也没能够把纳尔打死 卡丽丁 一切二个 是的 全靠 这卡如果赢了的话 卡丽丁绝对是MVP 没错 现在在打到这一波团战之后 不过 244也有弱点 他们现在已经体现的特征非常明显 我只有卡丽丁有数度 队友只要针对一下卡丽丁 你后面德莱文几乎不用管 他打纳尔根本挡不动的 但是纳尔他还是在针对德莱文 就他们还是把点针对在德莱文身上 没有人过多的去管这个卡丽丁啊 对 这次卡丽丁他是有自保能力的 他是有中意啊 他是有R技能 有大招可以有位移的 实际可能是这样觉得 就是我纳尔上去 我牵制住对面的锤石和德莱文 这两个人是绑在一起的现在 然后剩下就是勒夫兰小炮疯女 加上芒斯四个人去打对面三个人了 如果四打三你还打不过 那实际真的有点心寒 然后现在疯女是买了杀人书 这个东西 出了很久了 对疯女的综艺性 不知道现在几三了 对疯女的综艺性是很明显 这种方法应该是最早是卷毛出的吧 然后这个位置214想开团吗 有点想法 勒夫兰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小心 被皇子吹1Q 然后一上来 皇子过上大招 然后芒森是想把卡丹击 但是正好推破助篮 看下直接秒掉对手的中单 乐夫兰 在一技能减速到对面的毛分之后 又被1Q戳到 糟糕这一步要炸 高地要丢 攻击吹个大招 去帮助队友撤队 然后小炮想要点掉卡萨丁 卡萨丁被德罗被救走 想推 权时闪现1R 然后小炮找到出环境 点死了皇子之后 再上来 流到权时暴击 漂亮 再上来 拉近距离 想点卡萨丁 有机会吗 有点冲动了刚才权时 哇 跑得有点快啊 鳄鱼被那儿 推到塔上 后面的鳄鱼跑不了了 哇 这一波 本来大拽 直接炸了 小炮应该七个人头了吧 权时刚才太冲动了 权时没有血量 然后闪现上去 因为德罗文已经被 这个卡丹已经被点残了 卡丹已经不敢上了 然后小炮这一下 打出来 卡萨丁已经交了全技能了 这样的话 纳尔加上 自己的十七 这个男爵打得速度有点快 这条文要被拿掉了 不一定 看德罗文 应该是要被拿掉了 对面已经拿一丝 最后小炮觉得 有点危险 还是要跑 那就是 德罗文这边还能拿一丝吧 有点危险 不过德罗文打也不可能了 不可能打的 试试把对面赶走了 风女过来 做了一波视野 刚刚那下 哎呀 还是脑海中一直浮现刚刚那个画面 太可惜了 2144那一波本来真的大转 能够抓到中路的揪勇 勒芙兰一死 然后又抓到对面的一个什么 我都忘了 芒僧吧 这两个位置一抓掉之后 他们不管是打男爵 还是中路推 都有很好的 所以我说2144这边的这边战队的人 比较容易上头 随时刚才觉得 就是秒掉了对方很多的 就是核心点 就秒掉了勒芙兰跟芒森 然后就觉得 就是这这波自己打 他们打得非常好 然后没想到产生上去 小薛你觉得会不会这样 就随时刚才觉得 我可能一到小炮之后 就直接一波了 因为我有五个人在 你小炮是唯一的输出点了 上路纳这个时候是没什么太多伤害 没有留到小炮啊 对可能这样想 我留到小炮就一波了 对啊是这样子想 就是太太冲动了 是 那么PE这边是要开男爵吗 有可能小炮打男爵太快了 会不会开 还是球闻 最后PE这边是没有开 这不像是时期的风格 如果是时期他一定会开的 这边德莱文已经 拿到了暴风大剑 现在伤害也是不错了 而且他的持续战斗能力 还是挺强的 你看他前面 就只要就是纳尔在搞他 然后他一直一直A 然后回血或者还是挺快的 就是能还是能能打挺久的 他刚刚那部团队里面终于拿到第一个人头 就只要他不被爆发伤害一下子秒掉的话 对 他刚刚那部团队拿到第一个人头 然后终于刷新一次被动 这个好感动啊 好多钱那一下 那个人都好值钱 PE这边直接在中路推线了 打团上他们是有优势的 然后皇子在侧边 随时找机会 EQ大招开团 现在 能够看的点我们都已经记在心底了 鳄鱼 没有鳄鱼 皇子卡萨丁 然后对面的话就是 纳尔小炮 就是一个点位 只要我们关注到 那基本上一局团战都能看到 这边是小龙快刷新了 皇子确实做出的贡献很大 小龙要刷了 然后PE这边是不准备让 这应该是 这应该要去抢了 这应该是第四条 对手的第四条小龙 还是说要拿男爵来换 最后PE这边没有打 然后想拿男爵换 有想法 队友已经全去了 PE这边的话是一说 不对劲 最后PE这边只排到了一个眼 被眼会看到的 小白这边可以直接自己solo掉 没有任何问题 那这样这个小龙基本上是让掉的 等一下 R14这边不服 要硬刚一次 这次我倔强一回 还没有 只是打到个游走界 那小龙是让掉的 这个好伤 还不如去小龙兵打团呢 是的 可能也是觉得 打团打不过 有个这个可能性 小胖剩8个人头 临死 他的AOE数数太高了 最后是补了女妖 没有补水一弯刀 这个装备 防卡瑟丁那第一波的出兵很有效 只要你不被卡瑟丁的E技能减速到 那么皇子的EQ大招 他对他的这个限制是没那么大的 对 他更怕的是被减速到内下 卡瑟丁这个时候已经买出了自己的 这个 法川杖 然后也买了蓝色的 药剂 那这样的话 他的状态已经是巅峰了 不能够再给你装备 他已经是六神装了 卡瑟丁 是的 卡瑟丁这次要留人 留谁 想留乐佛兰 有这个女妖在 皇子一刻二连扣女妖 然后大招还没有放 这时候大招只大招了一个芒僧 这是什么 卡瑟丁上来秒小炮 糟糕 这个位置好危险啊 风女大招 给小炮撞到输出环境 然后小炮在后面不停地点人 没有人能够管到小炮 要炸 特宇已经死了 刚才皇子死得太早了 他一个人 一个人等于是送在里面了 对 他只大招了一个对面的芒僧 芒僧一卡就直接把他踢出去了 再留个德莱文 有机会吗 挂上减速 芒僧这次要留人 闪现QG 漂亮 黑了 男爵掉了 刚才那波团打得太混乱了 只要皇子和卡拉丁 这两个位置没有发挥作用 皇子死了 鳄鱼才从F4那边出来 而且他碰到人的时候 他这边就这边数数点击 被打都在跑了 完全爆炸 德莱文 德莱文跟大二两个人 在那边 一一一了很长时间 对 不用指望他 他没有办法 上不来 主要是皇子死太早了 实际这个人还是聪明 果然就是 我跟你的辅助和ADC 我们去角击 然后后面就是 我的四个队友 打你三个人 打不过吗 打不过你不要回来见我 结果刚刚打过了 而且刚刚那一下 卡斯丁的R技能 RE是没破到 小炮的女妖的 小炮 在小炮 发现对面的皇子 干下来的时候 他根本不虚 在原地点你的皇子 我留着W 你敢做大招吗 你做大招 做大招 W跳出去 很可怕 那么这样拿到 男爵WUFF的话 PE可以直接中路推进了 挡不住的 是的 现在PE这边 金记也是领先了 6000块钱 他们已经有 四条小龙了 中路推进 不管能不能拿下来 跟你僵持一段时间 小龙是我的 对 那优势就已经是 非常非常明显了 对 刚才那波团 这边214次打的 确实不好 PE这边中路推进 还是要拿中路的高地 先拿高地开刀 杀手时期这边 已经是有复活甲了 这个装备 德勒文站在原地 给你20秒 你都打不死他 P这边 这边是继续想要 往中路推进 看纳尔的位置 开团看纳尔 纳尔跑得好快 有个三项的纳尔跑得好快 我还以为 这一场出三项之后 时期会炸 没想到心脏还是大 还是稳住 中路只要 哇 这个路不来 直接上来 路不来上来之后 更多是牵扯对面的火力 让队友小炮 能够更好的点塔 对 这个炮车 点塔挺累得快 赶上来输出炮车吗 风女已经是在 交进的流炮车了 炮车血量还蛮健康 小炮在旁边 给他保驾护航 炮车在一直点 这次转移目标了 可惜了 现在快点人了 这个炮车的 这个简直就是 莫甲纳的放Q的感觉 是的 实际上这边 然后下路的兵线 也过去了 双路的压力都很大 非常危险 而四四这边 很尴尬的是 他们也不能开团 打团打不过 他们手塔的话 又很尴尬 线已经吹得很靠前 这边手塔能力 确实不强 主要是 鳄鱼这波掉下半血 这有机会啊 鳄鱼你要不走 这个塔可以硬点的 小炮点着塔 不要三秒钟的 而且下路 一大波兵线 是的 直接上来硬点了 没办法 虽石扣中了芒松 但是有什么用呢 还是被点掉 这座皇帝塔 高帝要掉了 下路兵线也过来了 很伤 对刚刚那一下 应该直接回城 然后传出来 这样的话 两路高帝都被迫 卡斯汀这个位置 他上来 只要管不到小炮 小炮输出位置 非常完美 点皇子 然后旁边是 风女在这旁边 跟他绑定在一起 灵魂锁链 卡斯汀上来 交易技能减速 但是皇子已经是快要死了 死前都不把大肉 做出来吗 最后下路高帝 直接让掉了 两路高帝被迫 这样的话 踢的优势非常明显了 回来再打个小龙 小龙还有一分钟 鳄鱼还不如 这个时候赶紧传送上路 把上路那个高帝塔 给推掉 这太伤了 这次就是 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 被小炮点到了一半血的时候 觉得打团打不了 然后再走 高帝直接让掉 而且一让让两路 没办法呀 现在中路在推进 然后 而且下路的兵线在过来 这真的什么 刚才那波真的没办法 而且你要打的话 也打不过 我有个预感 这一波要是给MVP 又是小炮 感觉是这样 鳄鱼这边 等到对面走了之后 才有一定的 喘息的时间出来再现 但是这一波 他们面对的将会是一个 有四条小龙的PE 第五台小龙 近在咫尺 黄鱼只能跑 黄鱼只能跑 黄鱼只能留人 有机会往那儿 刮人减速了不来 直接秒要人 黄鱼只能跑不掉了呀 交了一Q 隔墙走 然后黄鱼又Q中了 又被Q到了 黄鱼每次Q都非常的准 阿霞神Q 我能闻到他身上的臭味 黄鱼这一把Q的都好准 是 那这个小龙 好几次残诈 都是被黄鱼Q收走的 五条小龙的PE 在竞技上领先这么多 对手没有机会了 嗯 真的很难 除非是PE这边 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 太难太难 这条小龙 哎呦 PE已经是在等了 拿到这条小龙去后 他觉得这条小龙好可怜啊 他就跟他吞着杀他 这没办法的 在这边黄子跟鳄鱼 也就做出了这个 黄子的缝时间还有这么长 根本不用回家了 对呀 做出了这个反伤甲 但是觉得黄子还是太脆了 想从下路直接一波过去吗 哎这个有机会啊 你别说五条小龙在的话 他们可以顶着两座梅亚塔 跟你打这样 对 你有你有这个五条小龙buff的 蜂蜜的伤害都很高好吗 是的 直接要下路一波推过去了 小炮直接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这个有点浪 不要不要不要这样 还是要稳一些 人家有W 下路先过来 小炮已经开始进化了 速度非常的快 女妖挡掉了学生的钩子 已经破掉一个外塔 这个 如果说艾亚斯斯再不开团 没机会了 只剩这一波团的机会 敢不敢开 纳尔已经开始点高地塔了 然后小炮在等队友 好这一次是风雨的Q 能推到三个人 后面的话 德莱文把大招交了 这波兵线清掉之后 没清完 糟糕 哇 大招推到三个 漂亮 后面小炮在等输出环境 风雨大招将队面全部推开 没有人管了小炮 小炮现在晒进来 进入捉 然后 黄子抽一跳 但没有用啊 高地已经被点掉了 对的 我们恭喜 T获得了这几个胜利